什么叫 Interest 其实有点 跟 VBA 里面的 Range 物附件有点像 它就是给你一个哪一列 就是用比如说 A1 你要存取 A1 就是 Interest 刮虎里面就放 双引号 A1 就可以了 它就会取得哪一列的哪一栏 不过一样的问题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边 我把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下 把它改成叫用 Indirect 然后我们换一下 如果说今天我不要用 Index 我要把它改成用 Indirect 因为除了 Index 之外 Indirect 也可以做到 那有比较简单吗? 好像这我们来看一下 参入函数的时候可以找到 这个叫 In 一样是在检视与参照 里面找到 Indirect 的函数 它有提到一个讯息就是说 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文字串 其实一个字串 然后指向哪一个位置?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抓哪一个位置? A1这个你可以保持空的 因为指向就是以这个 A1 当成基准 然后我如果今天要抓的是这个储存格 B2 所以你可以点它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你点 它会帮你把这个储存格的位置带过来 可是它有特别提到它要是个字串 如果是要一个字串的话 记得前后一定要自己加什么? 双引号 这个很容易做错 如果你少加这个前后双引号的话 它会出现错误 常常会这样 比如说我这边忘了加按确定 你会发现过来的东西 REF就是参考 reference 错误 几 OK 那为什么错呢? 因为你是前后 忘了加 前后双引号 所以它找不到那个参考的位置 OK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就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这边是B2 对 那这边的话应该就是 B3 B4 B5 B6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开头都是B 只有后面这个数字不一样 后面是什么? 变2345 一直到33 那刚刚是什么? 刚刚是1234 所以 跟刚刚 这个起始数字 刚好差1 刚刚从1开始 indale 这边是从2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 干脆拿刚刚这个公式 这个乘以4 Ctrl11一下 先拿这个来复制 Column 然后放在这边 我们先产生 所以其实你就要产生什么? 2345 把它串到这个B的后面就好 所以第一个我先产生Column 打勾 1 待会我不要1 我要的是2开始 所以怎么办呢? 把这个减3 减多少? 减2 OK 这样的话应该向右填满一下 向下 到33 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的话 请你把这个公式再减下来 放到刚刚的那个indirect后面 记得 不是index 应该是indirect 把这个减下 不包含等号 放在那个indirect这个减数 这个减数 这个减数 的 reference test 记得先打一个b开头 应该是b栏 后面记得 因为我要串接一个公式 所以串接一定要加一个and符号 and b and 一个数字 数字的话你就记得把它贴上 这样子 他 过来的东西 会是一个数字 比如说他这边参考 这个地方会有2 那2遇到and符号 会自动加前后双引号 然后再跟b串在一起 b前后双引号 然后就把b 跟2串在一起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这样 b2就串出来 那b2放进来不就刚刚好 参照到这个 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基本上这样就完成 按确定 然后我就把它向右 不过等一下会向右 所以需不需要锁定 看起来好像不用 其他不用 向右 向下 宽度不足 d栏到g栏选起来 快点两下 这样也ok了 如果ok之后的话 其实后面都一样 其实就跟刚刚index 一样 你可以减下这个 然后外面再用文字 把这个文字 找到mid 所以把它贴到这个test 其实只是差别贴这个 刚刚是贴index 然后star number的话 就是先打一个ln 跟刚刚一样 这个 d1 然后把e锁起来 因为e要固定 d不能固定 因为他等一下会参考到别栏 然后number choice 是输入99 这样都ok了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 不对 这个 这个 这边 后面应该是 加二忘的加 应该是冒号的后面那个字 ok 少两个字 ok 向右 向下 再把第一道居然选起来 快点两下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这个 用indirect 对不对 indirect实际上 就是b 2 ok 我们就是把这个column 跟肉间产生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